RGT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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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叔團 Elven 今天我要為大家開箱的是我的愛海 Rub Territory 到賊領域 或者是簡稱為RGT 其實很多玩丹林牛仔的 玩家都知道這個牌子 不過還是簡單的科普一下 RGT誕生於2008年 在美國洛杉磯一個不齊眼的 郊區的一個不齊眼的房子 注意的是Kai 大家為什麼開始接觸製造這個品牌呢? 是因為他的國外朋友 而帶來一件套稱為大榜 EVSU的牛仔褲 那他從此迷上 走上牛仔褲這個品牌設計之路 雖然他不像其他的大廠牌一樣 有那麼長久的製造歷史 不過他憑藉著流行的美式設計 那有使用日本傳統的丹寧布料 所以讓他在一些丹寧夜間呢 變得炙手可樂 像他的經典外套 這種樣式應該是 市售很多牛仔外套看不到的 很多小細節的設計 像他一看他的胸口的話 就是有一個 可以當作是放太陽眼鏡的 一個扣影的設計 除了丹寧布之外呢 他還有很多帆布的材質 這種外套呢 我就有兩個不同的顏色 當然他除了外套之外呢 他還有做一些他的工作襯衫啊 棒球外套啦 防風衣 很多的單品 也是滿滿的細節跟做工 不過我今天就先不介紹 我是針對牛仔丹寧褲的部分做介紹 那為什麼我會喜歡RGT的單品跟 或者是褲子呢 其實呢 很多日本品牌的丹寧服飾一直很不適合我 穿起來不是太寬太窄寬 就是會卡環 RGT當我一穿到的時候 我覺得他真的是針對我的身型做設計的 因為我的個子比較高嘛 所以我真的穿起來是非常的修身 覺得是蠻適合我的 又不容易搭檔 所以我今天的話就是 為大家分享一下我針對一些 RGT的褲子做一些介紹 我入手的第一件RGT的褲子呢 就是這個 Indigo Service Covers 簡稱ISC的雙藍軍光褲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外國人 養褲達人都把這件雙藍的褲子 養到非常的漂亮 我真的是迷上了這種色落的感覺 導致我連續買了RGT幾件的褲子 都是一定要這種雙藍的 那雙藍的意思呢 就是褲子的外側跟內側染成一樣的顏色 跟普通的那個牛仔褲是不一樣的 可是呢 這個雙藍有一個很嚴重的缺點 就是它的色落非常的容易 所以你只要穿白色的T恤 或者是白色的鞋子 你只要有摩擦到的話呢 它就會染到顏色 怎麼避免呢 就是你都盡量要避免穿白色的東西 跟這個雙藍的那個摩擦到 講完顏色講褲型 它這款的褲型呢叫軍光褲 因為整體的剪裁靈感呢 來自於1940年的英國軍校的長褲 經過RGT自己的二次修改 褲型稍做一些調整 所以它有著像西裝褲一樣的斜插口袋 這個斜插口袋真的是非常方便 像我都穿比較合身的牛仔褲 這個斜插口袋在手 繩進去放東西的時候真的是非常方便 後面屁股口袋的部分呢 它是沒有再經過一個口袋的車縫 再還有一塊布就感覺 真的很像那個西裝褲的設計 這個口袋的這樣設計呢 感覺會囤形比較漂亮 可是也是有缺點 缺點就是你在放東西的時候 沒有多出來的外側式口袋怎麼方便 軍光褲呢除了有剛剛那種 牛仔褲酸軟的材質之外 它還有出這種帆布的材質 帆布的材質呢 它在那個布邊的部分呢 它很有巧思喔 它還做的這種白色的車邊 因為它這是普通的帆布嘛 沒有像牛仔褲一樣有布邊嘛 尺寸的話呢 要怎麼選擇 因為我覺得軍光褲的話 它是比較屬於中低腰的褲型 我兩件的尺寸其實我抓了很久 條布一樣齁 帆布的材質的話我是調到33腰 其實我覺得是32腰的話 它就可以穿得下 因為我正常的尺寸的話是32腰 它的尺碼的話在它這裡面 這塊布上面都會有尺碼的選擇 RGT另外一款呢 就是SK系列 它代表的是skinny的意思 它的小腿部分呢 收的比較窄 雖然它是skinny 不過它不是像UNIQLO那種 市售的彈性布料做成的 它的單寧布是完全沒有彈性的 我這一件呢是11磅的 原色單寧褲 我正常的尺寸呢 都是穿32腰的 我SK系列還有另外一件 雙藍的ISC 是買到31腰 所以我31、32、33都穿過 那我覺得最適合我的是33腰 所以如果有喜歡SK系列 RGT SK系列的朋友們呢 可以選擇大一號來穿 因為它小腿的部分呢 真的是收的非常的窄 我喜歡RGT褲子的原因呢 第一個就是它 有使用日本的布料 那它這種原色褲的部分呢 都有SHOW這個LOGO 就是表示它的布料的話是來自日本 再來它皮標的部分呢 有一個羽毛的圖案 這個非常的趣味 再來它的口袋的地方呢 有一個筆帶的設計 為什麼這個筆帶的設計呢 據說是主理人常常在尋找鉛筆 所以它就做了一個筆帶的設計 可以讓筆收藏在這裡 SK的穿搭影片的話 等一下後面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覺得SK系列太窄的朋友們 可以試看看RGT中止筒 StandTone的系列 那以上呢 今天就是我的分享 大家還在為了選擇一件適合牛仔褲煩惱嗎 你如果比較適合歐美深型的話 你可以試看看歐美版型的RGT 如果你喜歡的呢 請幫我們大叔團訂閱分享按讚 謝謝大家